大家好 我小花 先借早上 把你的房传上 然后去点那个嫩草 我先回来给他吃 小花 这羊头牛拿去搬那个虫子 你要圆了那个虫子 吃饭了 我们家们 我们家们会有 三头牛 还有小牛 我们去炒牛 甚至给我点炒回家 今天真处好 又不热 走 今天老弟和我一起来的 小江带我婆去一天住去了 小时候就是这样子 一起来就给爸爸他们放牛 我弟好像小时候没有放过牛吧 我大弟要跟我一起放 小弟没有放过牛在家里 看这山路 一下大雨就 滑下来了 这些泥把挡路 有好多地方都被挡住了 就绑在这里 这也是那个荒墙 你看去 绑这个 就这里要绑了结石 不能放它 它那个 会把这个绳子搓的 牛已经绑好了 现在回去 把草割了就回家了 现在到处都是嫩草 都是绿油油的 哪里都是绿油油的 好了现在割草 割我两家回去了 这路太扁了 不过这些草特别好 特别嫩了 小时候 一到了就去割这个草 到中午吃完 吃到中午放才回家 那时候我们家去割草 是特别嫩 这个草好容易割到手 好嫩哦 割这么多回去了 割割了 割割草 蛮头大汗的 我家弄番茄 到下午了来赶牛啊 又要下大雨了 看到没有变天了 哇那边下好大了赶紧回家 走牛 走 下 喝一下水 看这山里的水好多 好大的水 因为下个大雨的话它会长水的 走回去咯 下大雨来了 看到没有黑黑的哈 最怕打雷了赶紧回去吧 我要弄饭吃 这长头牛每天都捆了这么远的地方 每天都吃好饱 蚊子太多了 还是被蚊子咬 哇下大雨大了 幸好我拿了个饭 不能发现上次一下 把牛赶回家全身都湿了 那边下好大了 看到没有这个 明天又涨水了今天 下雨就要涨水 风好大 又下雨又有风又要打雷啊 好吓人的 小时候我不是在家吗 自己在家都小嘛 然后我爸妈他们在那个 在牛棚里面去 有一段晚上下雨啊打雷啊 我听那个 打雷哇 谁就躲在被窝里面哭起来了 刚好然后我爸就回家了 哈哈怎么不吓死 都说我们家这个 这头公牛走路很性感啊 有没有 跳大雨来了 这天气昨天就变了 火来的时候还大太阳呢 现在就下大雨了 哎呀天气快速还要快 啊 拿着拿着他们来干呀 不不不买店买些 他们买了 这就老了 每天的下雨啊 他们家还有三只母羊啊 四只小仔羊 那他们家还有三只母羊啊 四只小仔羊 都湿了 都湿了 我是这里他就不拿了这些羊子 但是 不是